各位先进朋友 我是曾世强 我们现在所研讨的这门学问叫做财神学 我们已经讲过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钱不是政府给的 不是老板给的 不是自己赚的 也不是人家施舍的 钱从来来 钱是财神给我们的 财神不能够随便给 不能够说他高兴给谁就给谁 他还是要依照一定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是上天所定的法则 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来谈一谈 直接向财神要钱 你跟别人要钱要不到 跟自己要钱更是要不到 如果跟自己要钱要得到 那每个人都很有钱 如果跟别人要钱要得到 那每个人也不愁没有钱了嘛 所以怎么样子直接向财神要钱 是我们这一集研讨的重点 第一个 我们先要修好财神学 因为他有一定的方法 他有一定的途径 他有一些规定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向财神也去要钱的学问 就叫做财神学 你要向财神要钱 你当然要把财神学修好 然后按照财神学 所给我们的一套东西 一步一步去走 按照财神所定下的规矩 一步一步去完成 这样就比较容易向财神要到钱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 大家没有什么财神的概念 那个时候我们是重视农业 我们把它叫做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人 他财富的象征是什么 是土地 他根本是土地 所以当时我们最重视的是农神 而不是财神 我讲这话的意思 各位应该很清楚 就是当大家 没有需要财神的时候 财神不见了 就算他存在 也不为大家所重视 那个时候 大家只知道怎么样去把田种好 怎么样从土地上面得到财富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不重视财神 非常重视农神 那财神是什么时候才被重视的呢 是在宋朝以后 大家看历史 可以看到宋朝以后 我们的商品经济才逐渐繁荣起来 有了商品经济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钱 大家一重视钱 那么财神就从龙神里面就分离出来了 就从龙神里面脱颖而出 成为商家非常热烈崇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都是供需问题 这是市场所造成的 有没有神 有什么神 这个神做什么用 都是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才会因应你的需要而产生 这点观念 我们先说到这里 古代有龙神 没有财神 宋朝以后 货币越来越重视 我们货品的经济 越来越繁荣 大家就开始重视财神爷 财神爷 他不喜欢五种人 所以有这五种习性的人 最好先把自己改一改 否则的话 你怎么去求 那财神 他看了你就不喜欢 他看了你 他就不愿意把钱给你 那你修得完 不是等于零吗 财神不喜欢那五种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 第一个叫为利是图的人 第二个叫投机奇巧的人 第三个叫无情无义的人 第四个叫过分依赖的人 第五个是欺负弱小的人 各位一定要很仔细的自己检讨检讨 我有没有这五种不好的习性 如果有的话 那有一天 财神会离得远远的 你跟他要钱也没有用 为利是图 财神不喜欢 就是说什么都看不见 只看到利害关系 只看到钱 那么财神就觉得 这种人我最好不要给他钱 我不给他钱 他多少还可以看看别的东西 唯一当给他钱以后 他满眼睛就只有钱 就得到了钱 然后失去到人 失去到所有的东西 这个会害他 所以他不愿意把钱给为利是图的人 第二个投机奇巧的人 就是不择手段 我为了达到目的 我什么样都可以做 投机奇巧的人 他迟早违坏社会 违害人群 这种人 你给他钱越多 他就害得越厉害 他就是社会更麻烦的一个害群之马 所以财神 他不愿意把钱给投机奇巧的人 无情无义的人 那他本来就无情无义了 你给他有钱 他更加无情无义了 那不是更糟糕吗 所以财神看到无情无义的人 他很想让他穷一下 让他得不到钱 看看能不能把他挽回 可见财神还是很好心的 财神不喜欢无情无义的人 不会给这种人钱财 财神也不喜欢过分依赖的人 什么叫过分依赖 就是待在等 没有钱我什么都不能动 为什么 没有钱我怎么动 依赖人 依赖钱 依赖工具 依赖所有的东西 那到最后 你就是已经依赖钱了 一旦钱进来 那你就紧抱那个钱 然后你不会用 财神很怕把钱 从他的财库里面 移到你的口袋里面 最后还是不能流通 所以他不会把钱 给过分依赖的人 第五种是欺负弱小的人 各位要小心 因为没有钱 你就欺负弱小 有了钱 那就更糟糕了 那你看谁都不看在眼内 然后你就倒负欺负人家 那弱小的人 他为了要得到你的钱 他就心甘情愿地 受到你的欺药 这整个社会就越来越乱 所以我们再讲一遍 凡事无一利是徒 投机其巧 无情无义 过分依赖 几乎弱小的人 求财神也没有用 修财神学也没有用 必须要怎么样 改过自信 赶快改过自信 那么换句话说 他财神喜欢什么样的人 喜欢什么样的人 他喜欢尊重钱 善用钱 而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人 初听起来好像就有点矛盾 好像说我们尊重钱 贿用钱 就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人 其实是错误的 凡事不能够把金钱的效力 把它发挥出来 凡事不能提高金钱的价值 凡事只会把钱看得跟生命一样重 甚至比生命还要重的人 都没有资格修习财神学 因为修了也是浪费时间 财神也不会给钱给这种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记住 我们要尊重钱 我们要善用钱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把钱看得很重 这点我们陆陆处处还会说明 因为这观念一时要改过来 还是相当的困难 我们把自己的习性调过来以后 其实很简单 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的习性 就是他的性格 你性格一改过来 你就改运了 本来没有钱就会变有钱 那你怎么会有钱 也就是财神也帮你忙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离开讲 你就知道财神也不喜欢的事情 你要把它改掉 他喜欢的事情 你要把它发扬出来 就改变自己的性格 改变自己的习性 你就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遵守三个规矩 你跟财神也交往 你要记住 他是神 他不是人 我们要用神的态度来对待他 所以这里我们提出三个重要的规矩 第一个 要虔诚的祈求 而不是马马虎虎说 你给我点钱 你好像把财神当仆人一样 你看不起他 他根本不理你 你要很虔诚的去求他 第二个 你不要做财神不喜欢的事情 第三个 你要积极的做财神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讲起来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 一个就是你要诚心诚意 因为你不诚 那财神一看就知道你在骗他 你想骗人都很难了 你还要骗神 神比我们清楚 所以跟神来玩 第一个 一定要诚诚恳恳 实实在在 规规矩矩矩 不要存心耍诈 不要存心欺骗 因为那都没有好结果 第二个就是说 你喜欢的 那我就多做一点 你才会比较喜欢我 那你不喜欢的 我就不做 你才不会讨厌我 我觉得这些道理 都是大家一听就可以接受的 我们没有说稀奇古怪 要你做很多 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们没有 我们现在从虔诚祈求开始说起 因为你很虔诚 你就把神看得很重 那么财神也 他会跟你有感应 他为你的神所感动以后 他就觉得非常有面子 你想想看 人都要面子了 活快是神 财神有面子 那么你求他 他就会比较重视你 他就会比较注意听 然后他会比较帮助你 凡是尊重财神也的人 才会得到财神也的尊重 这个就叫做理上往来 我们想人与人之间 也不过是如此 所以你跟神互动 其实你就用人 跟他互动的方式 用人跟人互动的方式 我想是不会错的 我们要看一看 农民的态度跟商人的态度 有什么不同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农人他相信什么 他说你去信财神 你不如靠自己的一双手 大家常常讲五路财神 五路财神 其实最早的五路财神 就是你手上的五个手指头 就叫五路财神 各位我们将心比心 你是农夫的话 你家里有大片田地 要你照顾 你会天天不去耕种 去拜神 你会吗 你不会的 你说五路财神就在你手上 搞清楚一点 你只要手一动 他就有耕种 他就有收获 你把石合起来 你根本这个五路财神 就不通了 然后慢慢的变成 路就是什么 就是财 为什么路是财的 就是你要有通路 你种出来的东西 你要四方把它去分配 你才有利客图 你才能赚到钱 所以东南西北 你都走透透 那你是五路财神 所以现在把五路财神 讲得很神秘 其实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但是我们要了解 五路财神 代表自己手上的五个手指头 这个是什么 这是龙人的态度 这不是商人的态度 龙民他非常清楚 天所给的财 是什么 是货 不是负 只有地结的财 财是负 我们讲天 实际上包括天地在内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说明 中国人说 什么重男轻女 其实不对的 因为中国人讲男 其实就包括女在内 所以女性 你也可以称来为先生 各位小姐女士 不要说人家轻女先生 你觉得怪怪的 我也是小姐 怎么叫先生 其实中国人先生 也包括男 也包括女 我们说天 包括地在内 我们没有骗 天包括天地 可是从天上掉下的财 那是货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会砸死人的 从地里头长出来的东西 财是福 所以天财不见得好 但是地财 它一定是好的 这是龙人的想法 因为龙人 他不太希望从天上掉下的东西 相反 他喜欢他的地 长出很好的东西来 可是商人 商人的想法 我相信各位将心比心 很容易了解 他会觉得 我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风险性很大 当然了 龙人也有风险性 但是龙人 他的风险性的想法 跟商人不太一样 他认为这是天老爷的事情 可是经商的风险性 大部分是从人来 人带给龙人的风险性 比较小 可是人带给商人的风险性 那是非常大 所以商人会比较花更多的时间 来祈求财神的保佑 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财运 所以这个时候 东南西北中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通路 你看经商他最要紧 就是商品的通路 来路要通畅 去路也要通畅 而且遍布到各方 那他当然生意做得最好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农业时代跟工商时代 对财神的这种诚恳 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程度上还是有不同 那各位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跟财神业来往 这点我们没有意见 各位自己去衡量 那么第二点就是 不要做财神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财神不喜欢唯利是图 不喜欢投机技巧 不喜欢无情无义 不喜欢过分依赖 不喜欢欺负若小 你如果不改掉这些 祈求就无效 就算得到你小心 那不是神财 那是魔财 这点我们后面会说明 第三个规定 就是你要尽量做财神也喜欢的人 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把钱看得跟生命一样 不要 你更反是把钱看得跟生命一样 你迟早用性命来换钱 那就算得到钱也没用 财神给你一点钱就把你害死了 这财神也不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总括一句话就可以说得很清楚 从现在开始 你要向财神要钱 你要修好财神学 你必须要先把自己做成财神所喜欢的人 你看同样很多学生 有的老师特别喜欢这个 特别不喜欢那个 那喜欢哪个学生 他就会多照顾他 不像这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法律怎么规定 但是避免不了这些人情的一个左右 我们先做财神喜欢的人 然后诚心诚意的向他去要求 你可以call 你给我多少钱 什么时候给我 你约是他喜欢的 你胆子越大 你可以讲的声音越大 他不喜欢你 你再怎么讲也没用 因为他根本听不进去 我想这是我们首先 要把自己先调整过来的 那么一切要从自己做起 不要老依靠别人 因为你依赖别人 就变成过度依赖的人 那又会被财神排斥掉 对自己很不利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跟财神要有一道互动的方法 怎么互动呢 我想从孔子的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大家都解释错了 所以才搞得乱七八糟 现在我们从孔子这句话来看看 我们怎么去跟财神互动 孔子说 未知生 焉知死 一般人都把它解释说 你连生都不知道了 那你去知道死有什么用 好像你一辈子只要把生搞清楚就好 死没有关系 死不要去知道了 其实这样是冤枉的孔子 因为孔子从来没有说 生很重要 死不重要 他从来没有这样认为 焉知生 不知生 焉知死 要把它解释说 你如果不知道生 你怎么会知道死 相反的 如果你知道生以后 你就可能知道死 这样才是兼顾两方面的解释 所以你看我们中文人对待死人 常常用对待生人的方法 活人的方法来对待什么 所以人死了以后 他喜欢开贝子 我们就会烧一部贝子给他去开 那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到时候就要煮煮草草 还是给他吃 这是把它当作还没有死 一样来款待 这是我们的思想 你知道他是怎么活的 他死了以后还是怎么活的 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 你这样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因此我们要按照人的行为 来跟什么 来跟神父动 因为什么 因为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 人是有目的的 动物只有本能 动物没有目的 你看我们现在把一个人找来 说我给你一千块 你到台北去 然后你去找谁 把一个东西拿回来 他会做 他会有目的以后 他按照目的去行动 可是呢 狗就不行了 你们把狗找来 你说我现在给你一张地图 你按照这张地图 你去某个地方 把一个东西咬回来 他会吗 他不会 他不会 你丢一个棒子出去 他受过训练 他会去追这个棒子 然后把他接下来 就他会 因为这是他本能 没有什么目标 没有什么目的 动物按照他的本能而活动 人是按照目的而行事 这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人要会有意识的行为 而不是冲动 而不是说本能的冲动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他完全是本能的冲动 其实这个跟动物差不多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人家西方人 他可以攻着 人在很多人面前 两个人抱在一起 打 其实打得很热烈 因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人跟动物一样 我们中国也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公然的做 我们会把门关起来 我们才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是人的 不是动物 但是你看现在年轻人 多半他情愿做动物 他会选择人很多的地方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 生怕人家没有看到 然后抱在一起 人家只是不讲话 人家会告诉他 你看两只动物在那里 那就都话不来 人要自己有意识的行为 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所以我们要向财神也要钱 不是本能的冲动 不是 这人想到多少就向他要 这人什么时候想向他要 是要不到的 人要向财神要钱 你自己要设定个目标 因为这才是人 我设定个目标 我要向财神要钱 为什么呢 因为财神才知道 你要这个钱干嘛 任何人管钱 你向他要钱 他怎么问你 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每天都可以碰到的事情 你看小孩跟妈妈要钱 有没有妈妈 不问任何话就给他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害你的小孩 小孩跟妈妈要钱 妈妈问问你要做什么 学校要远逐 要买参考书 或者老师指定要做什么 他就给你了 没有没有 他说你拿钱干嘛 财神一样 因为财神他要向上天交代 你每一笔款你怎么使用 你要有个账在哪里 所以你随便向他要 他不会给你 你要替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同时还要选择 我要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 我不是不劳而获 因为我如果把钱拿到以后 我就放到我这里 我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就是不劳而获 不劳而获就不需要钱 要钱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 一个人存心不劳而获的话 那你不需要钱 不需要钱 那上天就不会给你钱 这是中文最熟悉的叫做 心想事成 你想我没有目标 那上天就知道你没有目标 我有那个目标 我没有途径 那上天就知道你没有途径 所以我只想坐在这里 得到好处 那上天就不会给你钱 不会给你钱 人最了不起 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 你看所有动物里面 只有人有自由意志 其他动物没有自由意志 其他动物没有办法 像财神要钱 所以他们始终没有钱 你看有没有狗银行 没有 有没有猫银行 没有 有没有流通在老鼠之间的货币 也没有 所有动物都没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人会有 就人有自由意志 所以任何动物像财神去要钱 财神都笑笑 你要钱 你先做人再说吧 连人都没有做人 你要什么钱 所以我们从此可以了解到 你要向财神要钱 你先做一个人 你先做一个他喜欢的人 他认定你 他就给你钱 那他认定你 你必须要什么 把目标提出来 把计划提出来 把方法途径都说得很清楚 就好像我们现在 你要向财务单位去要钱一样 你要在会议当中提出你的构想 提出你的计划 然后配上时间表 大家通过了 你这来拿的钱 这个就叫做法定的规则 这个就叫做一定的程序 那大家都是可以做 人有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必须要合理 所以叫做什么 叫做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道是什么 一方面是道路 就是方法 就是途径 一方面是什么 就是合理 合理叫做重道 才叫做重道 那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就了解到 我们要向财神爷要钱 不是很难 第一个 你要遵守他三个规矩 然后你要自己去改变自己习信 这个时候 你又按照规定 你把你的目标设定好 把你的计划提出来 把你要钱做什么用 都告诉他 他一看对 他自然就给你钱了 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感觉到 好像天上跟人间是一模一样的 这点我留待各位自己去思考 我们以后也会慢慢来推论 孔子说 你把生的道理搞清楚以后 你自然就知道死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所以不要急得去了解死人的世界 你先了解活人的世界 因为什么 因为死人的世界跟活人的世界几乎是一样的 不过谁学谁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人向上天学的 还是上天向人学的 我想应该是彼此互动 你看以前 预防上帝是固定一个人 现在大家也听说了 预防上帝开始在轮替了 开始在轮了 那到底是人先轮 还是天先轮呢 谁知道 我想很多事情 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揭开 它的谜底 你会感觉到原来是很清楚的 一点没有什么迷信的味道 迷信就是搞不清楚的人才会迷信 你把它揭开来 它是清清楚楚不让有凋理的 那怎么会是迷信呢 好 我们要设定目标 怎么设定法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 要讲的是先设定目标 因为你现在准备好了 要钱了 要钱了 你要先设定目标 人生的一切都有定数 我不晓得各位听到这句话 你有什么感想 一般人的反应说 一切都有定数 那我干什么呢 那不是说命论嘛 那很认命嘛 那你把人看成什么呢 我劝各位不要有这种偏道思想 这就是我们一再说的偏道思想 凡是很激烈的反抗 凡是一开始就觉得 你这个完全是藐视人的努力嘛 那大家坐在等就好了嘛 反正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嘛 这个其实都是错误的观念 一切有定数 这辈子人赚多少钱 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定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真的应该还了解一下 就说你是有定数没有错的 如果你怎么样 你就在那等 那么你顶多就是照定数给你 一毛钱也不会多 因为你有机会 你也懒得去赚 有财神你懒得去求 那该得多少就得多少 那这种人不是很认命吗 这种基本上就是很认命 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讲清楚一点 就是凡是把自己的努力摆在一边 凡是一切都听天由命 凡是自己都没有意见的人 那就是一切有定数嘛 那有什么错呢 有机会你不去赚 有了钱就不想更多 有财神你不敢互动 那你能做什么 那不能做什么 那你这辈子有多少钱 你就是多少钱 不要想多了 一切有定数 表示这个数 会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而改变 会按照我们的行为而增见 我觉得这才是善天 给我们特别的人权 我们今天讲人权 人权讲来讲去 其实都没有讲到这个重点 我们应该了解到 定数是你不努力 他才有定数 你一努力 这个定数就可以改变了嘛 定数由谁来定 你自己不定 由天定 你要定 由你定 你要定 天老爷会让你自己定 你不定 他只好代替你定 我想这样的 各位就非常清楚 一切有定数 这句话 很完整的意思 就是说 你如果听天由命的话 那一切就是固定的 你如果自己有主张 你如果自己想改变的话 那一切都是不一定的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是中道思想 不是偏道思想 你说一切有定数 到底谁定 人定也可以 人定为什么不可以 他一切有定数 并没有说 一切都是天定 那就算说 一切都是天定 就代表人没有意见 人没有意见的时候 天才可以 为所欲为的定 人都可以有意见 那两个人还要商量 天人为什么合一 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商量 天有天的定数 人有人的定数 那看谁 最后达到目的 所以这个定数 定数 我们要把它看作 是人 一种很特殊的 一般动物所没有的 我们把它叫做 特别人权 我们追求其他人权之外 其实特别人权 应该更加重视 我们向财神去要钱 那要多少钱呢 很简单嘛 你先设定一个目标 所以你要问谁 要问自己啊 你不可以去跟财神医 财神医 你要给我多少钱 那财神医觉得很奇怪 那你就过分依赖我嘛 过分依赖我 我就不给你钱 所以你要跟你讲 我要多少钱 而不是说 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 去跟财务单位 打交道也是一样 你会不会跟财务单位讲 你给我多少钱 那他觉得很好笑 我给你多少钱 我一毛钱也不给你 你说我要多少钱 那他看你的目标 看你的计划 看你会议的通过 甚至于上司的批示 他就好好给你多少钱 同样的道理 财神不开口 但是他也会问 人会问 财神导演会问 你凭什么要这个钱 所以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他会问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要赔 那你如果打不出财 那他照样不给你 就好像你去跟财务部门要钱 他问你 你有什么根据 你有什么印记要钱 你说没有 那他一把钱也不会给你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清楚地 去了解这些事情 那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去跟财神也打交道 而不会被打回票 因为打回票一次 你固然还好受一点 两次三次以后 你就觉得很委屈 很没面子 同时措测感很重 可能从此不敢再跟财神也打交道 那不糟糕了 一个人不跟财神也打交道 就是跟钱说再见 那跟钱说再见 你就不必修财神学了 你修了干嘛 我们要向财神要多少钱 千万千万 自己设定个目标 同时自己反问自己 我要的这个数字合理吗 如果财神问我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钱 我要怎么回到他 你能够讲出个所有人来 然后你虔诚地跟他祈求 你跟他有感有应 他就会说 好了好了给你了 那你就如愿于散了 可见心想事成 不是说做梦 不是说你爱幻想 就可以得到 应该是个合理的理想 你能够按照你合理的理想 去要求钱 那财神也没有理由不给你 他不给你 就是他有愧之手 这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 我们既然讲到 说你要钱 你要有个数字 那要多了会怎么样呢 我就多要一点就好了嘛 我相信很多人 马上会想到要数字不简单 我明明想要一百万了 我现在开口要给我一千万 他最想要杀个一半 也给我五百万 那我又赚到了 我们要记住 求多了 招磨 这句话很重要 你求多了以后 财神也被你气跑了 磨就出现了 那磨就会给你很多很多钱 那你就更糟糕了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先来说一下 你向财神要钱 财神会看一看 你所要求的这个数字 合不合理 你所定的目标 合不合理 你所讲的途径 合不合理 如果他觉得不合理 如果他觉得太离谱了 他就不给你 可是不给你 你不死心 你下次又提出你的计划 一个字也没有改 有个人要 他是不理你 你再去的时候 他一生气就跑掉了 一跑掉 磨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 有求必有应 你要小心 应的人到底是财神 还是财磨 我看很多人在败 败到最后 他是已经到了 磨的控制 他还不知道 你看你去求神 神会保佑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所求是震荡的 如果你所求是不震荡的 那神怎么会保佑你 可是很有感应 有求必应 那你就知道 那是磨在保佑你 磨保佑你 就是你已经落入了 磨的掌控 那你自己就小心 后果如何 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的话 我们要想一想 忍着以财发生 不忍着以身发财 一个有爱心的人 他是什么 他是把所赚来的钱 使他的身体更健康 使他身体更有功能 使大家更喜欢跟你互动 相反的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他是拿他的性命 来换取钱财 钱越多 他就越倒霉 这个就是所谓的 神财跟魔财 不同在这里 从现在开始 钱进来以后 要先想想看 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如果是财神给的 那你就会知道 他会使你活得更有价值 如果是魔鬼给的 你就知道 他只早要你的命 我看我们看到一些爆发户 因为他本来 他所跟的那个土地 是很贫 困 没有什么好处 是不得以采取耕种的 那突然间 都市计划一变更了 他就变成建筑用地 甚至变成金融中心 那他不得了 他一夜之间 他不劳而获 他就得到用不完的钱 但是你只去追踪 两三年之内 甚至快的话 一年之内 他就暴毙了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就是什么 魔鬼给的钱 他是用来控制你的身体 他是用来换取你的身体 最后你就没命了 你看魔鬼给的钱 那么你这个身体 受魔鬼的控制 你就会为非作代 而为非作代到最后 那当然是没命了 所以钱的来源不同 效果完全不同 这点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从现在开始 任何一笔钱 先搞搞清楚 他的来路 是从财神哪里来 还是从财魔哪里来 因为神魔他是一体 神魔具体 就好像阴阳是一体一样的 我们人体内 有男性荷蒙 有女性荷蒙 我们人 有好的一面 有坏的一面 有上有恶 有阴有阳 神也是一样 不要认为说神他永远是善的 有神就有鬼 这句话很重要 神的旁边都是鬼 你碰到神当然很好 一不小心把神气跑了 那时候你就听到鬼的命令 然后你就任鬼去说死 最后谁倒霉 还会自己倒霉 求财的人 要记住 拜财神是很好 但是拜魔神就不好了 往往我们以为在拜财神 结果拜了魔神 这是求财的人 要特别小心的一点 我们刚才分析说 我求多了就会着魔 那我少求一点就算了吗 保平安吗 也不对 求少了自弃 自弃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 你明明可以求得很多 你为什么求那么少 那你这辈子来 主要做的事情 不是打折扣了吗 目标定得太低 就相当于自暴自弃 财神认为你这样 是不尊重钱的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事 你不要把钱看得很重 你不要把钱看得很重 但是你要尊重钱 你可以要十块的 结果你要一块 那财神就认为你不尊重钱 那你不尊重钱 我就不用关心你 所以说你连一块都要不到 一块都要不到 所以不要说 哎呀我客气一点 我保守一点 我少要一点 那财神一定很喜欢 一定会很慷慨 马上就给我 不会刁烂我 那我每次少要一点 我多要几次 最后也是很多 没有哪回事 他一看你那么少 他根本不给你 有一次我们要到加拿大去的时候 从美国进去 那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了 所以要通关 要收他问 他就问了 你身上带多少钱 那其中有一个人呢 马上告诉他 我带两百块美金 那他说你带两百块钱 你不能进来 两百块钱住一个晚上都不够了 你在这里打算做什么 他说我有信用卡 他说信用卡不行 有很多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那你两百块你拿到多少钱 根本不拿拿进来 那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说 我带十万美金 那也不拿拿进来 你带十万美金 你想传官呢 还得了 所以求多了也不好 求少了也不好 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 怎么样去拿捏 就算财神真的很喜欢你的品性 那么他呢 认为说 好啦 你是很客气 给你 可是呢 他会觉得 那你品性这么好 我这么喜欢你 我给你这么一点点 那公平吗 公正吗 所以 你求一块 他肯定给你一百块 你求一百块 他肯定给你十万 那你不是瞎坏的吗 他怕你瞎坏 他还不敢多给 他也不忍仅少给 你是财神很为难 我们随作时代的改变 一切有定数 这个定数的数值 其实也会调整的 你看我们一段时间 都要把待遇调整 何况这个定数 怎么可以不调整 一百年前的定数 跟现在的定数一样 那大家都要饿死 所以我们对待财神 最好是什么 不悲不亢 不悲不亢 你把心里头 要的多少钱 你很慎重的 评量妥当 然后大胆的向财神 去要钱 不过我们发现 一般人对财神的看法 有这三种 各位看看你是否哪一种 一种是虔诚的相信 一种是躲避的怀疑 一种是坚决的排测 有三种 凡是坚诚的相信的 大概有求必有应 多求就多财 凡是躲避的怀疑 你就会觉得 一切有定数 求神真的没有用 如果你是坚决的排测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眼观兼能力 我就是财神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求什么财神 我就是财神 你们求过还差不多 这种人他认为 他的眼观很够 他的能力很强 但是一句话 他是很辛苦的 很劳碌的 除非你愿意 否则的话 你要改变态度 这三种态度都有 一种是很虔诚的 一种是怀疑的 一种是根本不相信 那大家自己去衡量 你是哪一种 然后再决定 你要做哪一种人 我们这一集大致上 说出一个要你 就是说一个人 要大胆的 要直接的 去向财神要情 为什么说大胆 就是不卑不堪 我该要多少钱 我一个也不少 但是我也不会多要 那为什么要直接呢 因为孔子讲过 你不直接去 你委托别人去 就代表你没有诚意 没有诚意 那财神根本不理你 所以孔子他不讲怪力乱神 但是他自己去祭拜 他讲祭拜一定要我本能到 如果我本能不到 我委托我的学生 委托我的朋友 那都是没有礼貌的 所以要直接 要大胆 但是自己要好好的评估 以合理的标准 提出合理的数字 然后直接向财神去要钱 要不要得到 还要看以后 我们所讲的 大家是不是都符合 他的要求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可以保证 你一定要得到 因为一切有定数 这个数是随着时代 而不同的调整 这点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 要好好的去体会一番 我们在这里 先祝福大家 很快的 会提出 你的标准 设定你的目标 然后向财神去要钱 而且很快的 就会心想事成 达到大家的愿望 在这里先祝贺大家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